在套是美國國防部 時期後公佈一系列驚險畫面 指出共軍持續在南海跟東海等空域 針對美國還有盟友實施挑釁 跟危險的攔截行動 包括逼近美國軍機等 這兩年已經有將近百起 要求停止這些行為 另外國軍則在花蓮的七星潭海岸 實施了戰備攻防檢驗 確實七星潭睽違三十四年之後 再度被納入這個共軍 可能登入的紅色沙灘 海軍中和級戰車登陸艦 放出三輛AV7兩棲突擊車 順利登陸七星潭 也可以看到灘頭有架設 紅色的界線標 今年國防部檢討共軍 可能對臺兩棲登陸的 近二十處紅色沙灘 過去一向被評估為登陸難度高 障礙多的花蓮七星潭海岸 睽違三十四年後 也重新被納入 這次實施試燈與戰備攻防檢驗 顯示國軍要做好東岸的戰備準備 有可能東岸也會變成薄火的戰場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的所有的防衛都要去依據解放軍 現在實力的一個變化去做調整 工軍動作不斷 不只持續派出軍機艦擾臺 危險行徑更是急劇增加 美國國防部17號公布一系列畫面 抵制中共的挑釁行為 包括共機突然逼近美機正前方 讓美方不得不飛過共機的尾流 機身劇烈晃動 還有釋放照明彈等物體干擾的 驚險場景 光是過去兩年 在東海還有南海等空域 就已經進行了將近兩百次危險的攔截 美國要求中國停止這種危險舉動 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發生 而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也表示 美國將持續尋求跟共軍建立 從上到下的溝通管道 但是美國不會被威脅 美軍將持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之內 安全並負責的執行任務 記者含意朋友組 溫家凱綜合報導